熱情握手一年之後 前中的馬英九率團訪中 在與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 宋濤先讚賞了一番 宋濤談兩岸一家親 馬英九則回敬血濃於水 也在搬出向來自豪的九二共識 但就這麼巧 馬英九剛講到九二共識 現場媒體就被趕出場 馬英九見宋濤前 深圳首站 還到無人機公司大將參觀 把機器拿在手中 電電重量 不知道是否清楚 青少臺灣的無人機 就是大將的產品 馬英九仿中十一天 此行重頭戲 被認為就是 可能在八號登場的馬協二會 地點選擇相當關鍵 若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 是說你臺灣已經是 怎麼樣被我併吞了 那你這個就是很明顯 就是在賣台 那還有沒有別的廳呢 沒有啊 你別的廳都是國賓級的 臺灣廳是中國前總理周恩來 在一九七二年 美中簽署上海公報後 所設計建立 門口屏風就寫著 臺灣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不只會面地點 時間點四月八號也很敏感 因為四月十號 美日峰會 將討論安保內容強化 十一號美日飛也在華府峰會 而馬英九將在北京參訪 盧溝橋跟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 擺明跟美日打對臺 發言不慎 恐怕違背臺灣國家利益 馬英九二度訪中 馬歇爾會更高機率登場 臺灣以前真大眼睛看 三更煽眾多 你好 你